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9日 已經是 星期四了 我們繼續跟進 陳喬佬先生 他的作品被人家盜用的一宗案件 我們看到網上有個署名叫羅恩惠的記者 他寫了一篇文章 他問過南華早報 求證得回來的結果 指控劉世良 盜用 為甚麼可以盜用到這個版權呢 原來他是俄稱幫這位 喬叔 何愁 90大愁 很多網友我看到有留言 當然可能是城寨的粉絲 他們說為甚麼7年前 不說現在才說呢 人家7年前 90歲 90歲 想不出來打老虎 想不出來跟你打官司 想不出來喊咪 聲施力竭 90歲 還有老一派的人有時候被人凍了 真是會不出聲 叫做 含恨久泉 他說翻查對話紀錄 他是在陳喬先生告別式前 跟南華早報聯絡到的 首先 申請使用喬叔四張照片 在道文叫敬道香港新聞攝影界泰斗陳喬先生 的配圖使用 總編輯Tammy Tam 譚惠儀 將攝影主任 羅伯恩 內容資源主管 Weldon Kong 秘書Winnie Tam 四個 有名有姓的 再加上他 在一個電郵 群組裏面進行溝通 除了照片授權 他也替散居各地的藍組編輯記者 代替花圈 因為這位 喬叔在行裏面 是真是很受尊敬的人物 我也是 因為有網友 是他們的世侄 覺得這件事他們也看不過眼 那個 雖然是他的世侄 只是70歲 也是一個老人家 變了那麼多人 出來為喬叔抱不平 我們繼續跟進這件事 他說 陳喬在藍組工作了28年 獲獎無數 也是唯一一個得到英女王榮譽獎章的香港攝影記者 借用總編Tammy的形容 喬叔的確是我們無限敬重的前輩 是藍組的貴寶 當然啦 這是未淪陷之前的南華早報 當然現在的人在攻擊 你們是紅媒 紅華早報 你們是共產黨 問題就是 藍叔不是共產黨來的嘛 他做了幾十年攝影記者 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港英時期影樂的 那些作品 不是 不是 什麼 什麼 舔共的東西來的 2017年7月 由上書局出版的鏡頭下的歷史 疑似侵權事件進入公眾視野 透過家屬回憶 相關對話截圖 喬叔電郵傳紀錄 兩本攝影集內容對照 逐步解構這個事件的始末 2017年1月11日 香港記者協會時任總幹事聶德堡 Joyce Leap 轉述主席岑爾蘭委託 請劉世良代記協 在溫哥墨華訪問陳喬 提供了聯絡方式 當時他在溫哥華 訪問1月12日進行 文章在2017年1月20日在蘋果日報刊登 讀書好欄目 閱讀陳喬鏡頭下的香港歷史 喬叔特稿刊登在2017年5月 記協49週年特刊 標題 就是 陶載歷史 專訪喬叔 劉世良一稿兩頭 記協其實是 不知道的 即是你吃了兩家茶禮 可能收了兩份錢 有時候人習慣了手勢 蘋果日報 喬叔訪問稿 在傳媒圈裏廣位流傳 同行都記得劉世良曾經訪問過他 包括南華早報很多老同志 陳喬30載新聞圖片錄 鏡頭下的歷史 2006年在溫哥華 中喬互助會出版 曾經編輯 曾經編輯 成書之後 曾經在中喬編輯部 將整本書的soft copy輸出 存在USB裏面 交給陳喬收 這個USB除了中喬附印前的藍本 還有喬叔不同時期拍攝的相片 影片像素度很高 終於直接交給印刷廠 直接印書 近日 英國的家人清典為物 在陳喬的櫃桶找到三盒 用陳喬30命名的光碟 只是中喬編輯部交來的USB 就不見了 作為調查記者 很多疑問 陳喬的不身心血 為甚麼會交給一個 只有一面之原的出版商 出版攝影集呢 當時很多人都不解 凡是藝術工作者 對於個人作品也有偏執 他如何是被說服 在影集出版前 沒有辦法參與 從未過目呢 藍組作為主流媒體 攝影圖片在報館擁有崇高地位 究竟 在甚麼理據之下 批准了這次豁免版稅的決定呢 5月2日 這個筆者就透過電話 打給藍華早報的內容資源主管 叫Wendy Kong Weldon Kong 對於 對話 這個對話講了66分鐘 他在通話之中 騙沉這次豁免版稅的所有知情者 對了解為甚麼藍組 不用錢 給了一個商業書箱 他 將整個對話截錄了 我將整個對話給大家聽 羅恩惠就是記者 鄺就是Weldon Kong 藍組資源主管 他問 鄺先生 你詳細回憶一下劉細良接觸藍組的經過 他說好的 劉先生是透過我們的同事 取得銷售報的電郵 他當時的說法是陳喬90大受章志 以為他出版攝影集賀壽 你知道 喬叔是我們的前輩 一個男組自己人的前輩 所以 同事也很積極 立即答應了這本書的出版 記者再問 一本審批版權過程是怎樣的呢 他說 License Team 版權那些 License 點讀 授權 排照 他說平日 都收到很多請求 例如出書 考試卷 例如有人來信 說幾十年前 拍了他父親 想要那張照片 他們是不收錢的 他們的部門 內容資源部 每天都會處理很多這些個案 每個星期會不停做research 有時的照片是用來做展覽的 或者是學者做學術用途 這件事我們都會 給予折扣 每個個案都會特別處理 但是很多時候 都要收錢的 記者就問 我看到劉細良提供的信件 你們銷售部經理Steven Hahn 回上時表示 對於能夠協助這本 非常重要的圖片集 我們深感榮幸 這個回答聽起來很奇怪 出版藍組的icon 陳喬攝影集 可以由藍組自己出版 或是攝影記者協會等等 為甚麼會對一個商業印書商的要求 說深感榮幸呢 他說這個就是個案特別之處 因為 他是喬叔 是我們的前輩 是我們的同事 如果正常 正常 如果出書就一定會收錢的 一定會跟他計算的 但是這個個案為甚麼 是因為幫喬叔出書 90大壽 我們當然是免費 而且劉先生是公正人物 他這樣來找我們 大家都要相信他 難道覺得他會來動我們嗎 你們批准的授權陷約 不單止豁免所有費用 條件亦非常寬鬆 內容列明 陳喬400張相片可以供使用 印製最多5000本 鏡頭下的歷史 陷約期是5年 這些照片可以說都是 陳喬的不生心血 也是他在報社28年的辛勤成果 今天藍組 沒有提出要幫他出書 有人其實是這樣提起的 後來Carmen 即是擴命孫 即是劉世良的太太 他應該是後來聯絡的 他說喬叔 把照片寄回來 他又真的把這些照片交給他們 真的拿到照片回來 他們不知道當年 喬叔和劉世良之間 究竟是怎樣 談法的 為甚麼會給他照片 這些我們同事也沒有人知道 最關鍵是他們真的有照片拿過來 那批照片我們有些也沒有 那批照片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 因為我們也有點不齊 我們也沒有完整的藏庫 所以他們只有這批照片我們就知道應該可以了 他們說有授權 一直跟喬叔溝通 記者再問 你們為甚麼沒有打電話跟喬叔核實這件事呢 那批照片 那批照片 因為起初有一個想法 後來問他們要照片又拿到回來 當時上片收到 我們不會 或是覺得不需要再查證 一定是人家給的 特別是一些賀壽 90大壽 所以他們對這件事特別寬鬆 記者再問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純商業的操作呢 這位批照片先生說 完全沒有想過 兩個人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這邊是有接觸的 就是當時把授權交給劉細良或劉太 中間流程去談這件事 這個同事我也問過 他也沒有跟 喬叔直接談 記者再問這份信任是怎樣得來的 他說從頭到尾都是想 幫喬叔 出本書 喬叔有仇意 我們沒有想過是商業用途 同事也不覺得是商業的成分 因為本書 沒有定名賣多少錢 合約沒有標明 只是說你可以印的數量 純粹是豁免 又說是被老人家作為90大壽出書用 那麼有意義 又是男組同事 又是老前輩 所以就做了 其實這件事他們想得很簡單 記者就問 上次跟你們申請喬叔上篇的版權 雖然只是用一篇悼念文章 過程見你們很認真 提供給我像素最高的照片 可見你們對喬叔的感情很深 現在陳喬已經小小了 不知道有甚麼方法補救呢 這位曠生說 我們聽聞新聞博覽館只是籌劃著 陳喬先生的回顧展 他們的攝影主任Robert一定會選最好的照片交給展 前南方 務求把喬叔最精彩最經典的照片呈現 給市民看到 可以回顧香港舊日風貌 免懷他們尊敬的前輩 從這次 長達一個小時的對話開始確定 有人就用這個觸授 為理由 尤其是90大壽 導致南華早報 願意 不收錢 授權一間商業機構 去引這個喬叔的作品 訪問最後10分鐘 他們討論喬叔 令人敬仰和懷念之處 一個無權無勢 退休多年 兩就清風的攝影記者 為甚麼可以令分散各地的南華早報 這個童人 那麼牽掛呢 這位曠生說 這個喬叔是技術超群 從來不會淪式輔助後輩 分享心得 這些都是他們懷念他的地方 總編輯Tammy透過他向家人問號 喬叔走了 希望他老人家可以安息 其實 原因就是 人家是很尊敬這位喬叔 亦都可以 得到 多助 為甚麼那麼多人談這件事 為甚麼那麼多人出來抱不平呢 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收了共產黨錢 通常的歹徒 通常都會毀過於人 人家在共產黨抹黑 共產黨收買了我這個 被通緝的 流亡人士 去抹黑他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可以這樣理解 不需要解釋 所有那些 吃了三思老神丹 你中了邪教 你肯定會覺得 他是好的 你們是壞人 你們全部都是共產黨 全部都是 除了他之外 全世界 70億共產黨 有人幫你估計 300元一本 引了5500元 就得到150萬 當然沒有那麼多 第一 你收回來的錢 我想收回一半錢 是75萬左右 因為 零售商要賺錢的嘛 你最多收回一半 印書也要成本 你一本最多賺100元 最多賺100元 500本就是50萬 50萬分20多萬給別人 或者你當一半 給一半板稅給別人 也很合理 20多萬 可以買一個人的人格 實際上 很多人 不是這單的了 之前有無數單 都是因為跟他印書發生衝突 又說不付款 亦有網友說 去追他 收錢 就好像 欠了人家 欠了人家 前世欠了他 所以 這個 不是個別事件來的 他是慣犯來的 出版界 基本上跟他合作 每個人都反面收場 他可能就是靠這樣 所以累積過億身家 有時 人發達一定有原因的 他能做得出 所以可以賺到很多錢 所以 不是說有錢 一定是 錢看得不重 有些人 因為看錢太重 所以他可以累積很多錢 我們掃不到錢 因為我們看錢太重 有時就算了 得過扯過算數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這部曲 獲利不可能是850萬的 我們當初也算過 這本書 其實出了一萬本 很厲害 原來也是出了五千本 實際上 但是他說有二版 有三版 實際上後面有沒有再出 多一點 我也不知道 如果根據他們的合約是出五千本的話 照計 其實我想一版二版 每版一千本 我以前也出過書 不過由於 我們跟出書那班人的政治理念 是不對的 我立即叫停了 錢很閒而已 所以 最重要 是要過得自己 要過得自己良心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乘以允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